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大力支持下 由美国中国总商会、江苏省文化联谊会和中国俏家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与美国洛杉矶Huntington图书馆、迪士尼乐园以及亚太博物馆等联合主办 由美国ICN电视联播网承办的2013欢乐春节 中国江苏文化周系列文化展演活动 于27日在Huntington图书馆拉开帷幕 一起来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本次2013年欢乐春节 中国江苏文化周活动是文化部与江苏在央地合作框架内 继2012年在美国成功举办江苏文化周活动后的再次合作 本次文化周活动分别在帕斯蒂娜市政大剧院 Huntington图书馆苏州园林 迪士尼乐园和亚太博物馆等 四个场地先后举办10场以江苏文化为主题的系列文化展演活动 文化周开幕仪式活动中 江苏省文化联谊会副会长高云先生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孙伟德 圣玛利诺市市长孙国泰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ICN国际卫视总裁李燕出席了Huntington图书馆的开幕式 我们带来了明天公益的展示 和这次特别带来南京小红花的朋友们的精彩演出 我们到这来主要是跟大家进行一个欢乐春节的沟通 营造一个欢乐春节的氛围 同时呢透过这个节日把江苏的文化展示给洛杉矶的朋友们 尤其是华人朋友们是吧 是共庆春节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但同时呢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带到美国来 展示给美国人 我认为这是彰显中华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 那么文化我认为是没有国界的 是更多的是艺术的展示和氛围的营造 所以重要的不再宣传 重要是在我们新与新的交流和感情之间的沟通之外的 我们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包容 我想文化交流应该说是 曾经中美两国之间这个相互了解和友谊当中 应该一直发挥一个很大一个作用 你也知道我们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那个南加州特别是洛杉矶 又是世界娱乐之都 所以我相信的话就是说 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应该说是潜力很大的 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那今天很高兴看到这个我们江苏省 有很多的这个艺术家来这边做一些文化交流访问 那对于我们Samuel来讲 这个意义又特别重大 那为什么呢 刚好我们最近接到一封信 是从这个江苏省这个苏州市 在姑苏区 姑苏区有个叫卓振园 因为卓振园是我们Honeyham Library的一个姐妹园 所以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我们 就表示呢 要跟我们Samuel City的议论 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友好关系 那事实上他们在3月4月份就会有代表来 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也都感到非常的兴奋 I want to wish everybody a very very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a wonderful year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达嘛 那么经济发达了文化也要让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 特别春节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符号 在这里做欢乐春节活动 应该来讲能够让更多的 美国的大众能够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文化 在1月26日至2月2日的文化周里 江苏省文化联谊会派出了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秦淮灿彩 南京剪纸 唐画工艺 手工布艺织绣等中国传统的民间工艺绝活 并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 与洛杉矶的观众见面 祝SN电视观众们 十二年幸福 何家欢乐 健康永远 首先先给我们国际卫视所有的观众朋友 拜一个年 祝大家十二年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这是国际卫视记者李新宇 侯吉仁在圣马利诺市的采访报道 就看到不开心时间了 就看到了 就是 我 感谢观看